誰啦…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今天呢 主題非常的特別 今天呢 就是要來開箱YouTuber的童年照片 然後這一次呢 主要是有阿滴來做邀請 然後其實我不知道參與的YouTuber有誰 他的一個概念就是FreshFakeFriday 就是每週五呢 美國社群他會習慣PO出小時候的照片 那這一次呢 就是要來才這個YouTuber究竟是誰 那我今天呢 也準備了一些就是 古早味的零食 就是我小時候的零食 然後我們就來邊猜邊吃 對 這一次總共呢有13個主題 我被分配到的主題呢是 好好吃 非常合理嘛 因為我就是 對 然後 我給的照片呢 跟吃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我手上也就是 對 我拿著可能烹火龍 就是 這小女生就是非常的漂亮 應該看得出來 小時了了大野家吧 然後後面有一個那個德士堡的炸雞 我覺得要跟大家提一下 那我唯一有的印象就是 我很常就是 在裡面吹冷氣 然後寫功課 不知道是不是奧客 然後這個橡皮糖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有吃過吧 轉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編號1究竟是誰 編號1 誰 他站在一封躺前面 然後照片看起來就是1080P或是 的感覺 所以應該年紀沒有很大 可能跟我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單眼皮 誰啦 順安卓嗎 第二位究竟是誰 對 我覺得頭好痛 他正在吃東西沒有錯 看起來吃相很可愛耶 因為他嘴角還有一顆飯粒 我先說好了 我覺得他的年紀應該也不會到太大 因為他左前方有一支剪刀 所以呢 對 誰啦 我的腦子完全沒有任何人選耶 我現在焦慮到我一個瘋狂 好像是我的手槍耶 而且我的手槍真的好難吃 我以前好愛喔 安卓嗎 重量級的佳寧 有沒有 重量級的佳寧 是不是有點點像 好 先猜它 第三個 我來看一下是誰 第三個很簡單 第三個是鍾明軒 呀 我終於 會速的一眼瞄過去就猜到是誰了 天啊 我好厲害 我要給這一個獎勵吃個東西 我要吃這個巧克力手碗杯 我來猜第四個 天啊 我現在有點自信喔 這 我知道這個是誰 這是皇室兄弟 對不對 Oh my God 我現在越來越漸入佳境了 這個是皇室兄弟的哥哥 哲哲 對吧 而且你十歲的生日蛋糕也太大了吧 他足的中間主體有蛋糕之外 旁邊還有很多小蛋糕跟布丁耶 你真的生日也吃得太好了吧 好 五號 我們來看一下五號是誰 不是我在說五號那種照片喔 你那麼糊的照片你究竟要誰猜 中間夾著一顆球 真的是 這樣子 我覺得它長得有點像滴妹耶 可是滴妹上一季是不是已經出現過了 我不管 他一定是滴妹 五號一定是滴妹 對吧 都冠林 好 五號是滴妹我不管 六號 六號的這一件衣服是不是跟我開頭那件衣服 是同一套啊 然後它這個是93 是1993的意思嗎 它的眼神跟這個春天炮 我猜它是嘟嘟好了 我覺得應該是嘟嘟 11號 右邊那一個 弟弟非常可愛 所以中間那一個 還是我看媽媽 來預製一下她可能會是誰 其實我覺得這個長得面熟耶 可是我猜不出來是誰 啾啾鞋 我覺得有點像耶 那種低頭在滴妹仔球的感覺 啾啾鞋 我不管 我覺得7號一定是啾啾鞋 我剛剛有80%的把握 好 8號 8號左邊那個女生是這樣子耶 被我媽媽罵喔 這個年紀應該也大概20出頭 這長大應該很漂亮耶 這兩個都長得好可愛喔 誰到底是誰 誰 我猜這個是一加一的伊利 完全不像啊 好 接下來是9號 9號這個笑容 自成相似耶 這個笑容很適合選總統 選立委 選鄉長 選里長喔 而且有一點點酒窩 這是酒窩嗎 還是只是皺紋 這年紀不會有皺紋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我們的天尾藍正龍阿傑 這小小年紀你就有車子可以開耶 以小孩子這個年紀你有一台這個車就代表 你是Rich guy 走路有風 我覺得他一定是阿傑 我們來看一下10號 10號這個人 他的生日蛋糕是12吋的紅葉蛋糕 就代表他是台北人 我覺得是博恩耶 他就是博恩啊 因為招風兒 招風兒 完了 這個我很有把握 10號一定是博恩 我們來看11號 11號是一個吃香腸的弟弟們 這是誰啊 看一看好像有吃香腸喔 是不是阿神啊 嗯 11號我覺得是阿神 好 我們來看12號 12 12號是蠟筆小心吧 怎麼這麼可愛 12號好可愛喔 12號真的怎麼這麼可愛 好可愛 但我在講完12號轉一下蠟筆小心 怎麼這麼可愛之後呢 我再認真端詳了一下 我發現他就是蔡宇宏啊 他很常拍他回去台中的那個影片 他們家有個很大的院子 一副很Chill的樣子 蠟筆的感覺 他就是 對 那就是他們家的院子 然後 我們把照片放大 放大 再放大 你們有發現那個眉毛跟那個眼睛 然後第13個是加分體 我們看一下加分體是誰 加分體就猜頭粿啊 這有什麼好猜的 好 現在全部猜完之後呢 阿滴就有寄了一個解答信來 我來收一下阿滴 阿滴英文 首先呢 第一個呢是查理 IC查理的查理 我真的很對不起查理 因為我跟查理就有見面過的 對於有講過話 但是我真的 對 就是你耶 就是你 很明顯 我現在知道答案 我知道他就是你 對 我對不起你 然後 第二個是 那個 愛麗莎莎 這樣子看答案我覺得我就可以聯想出那個樣子耶 不過莎莎現在比較瘦一點點 所以我那時候在用臉型在猜 猜樣子的時候有點猜不猜出來 第三個是周明璇 我跟你說 你看是不是真的很好猜 立刻就猜到他了 大家好 是國際美人群 接下來第四個 我猜對很多耶 第四個是黃氏兄弟的哲哲 我真的很厲害 你看我猜對很多 好 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滴妹 第五個真的是滴妹 我剛剛以為就是不是滴妹 因為滴妹在第一季的時候已經出現過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應該不是滴妹 但是一看我就覺得她就是滴妹 滴妹 然後第六個是 第六個真的是安啾 按讚安啾 訂閱安啾 好 接下來第七名是 第七個是啾啾鞋 我猜對了 第七個真的是啾啾鞋 Oh my God 啾啾鞋 我現在很興奮 因為我剛剛是覺得我都不知道到底誰是誰 但是我立刻就猜出來了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是 OK 第八個 完了 我覺得我得分非常高 不對 我得分一點都不高耶 第八個是伊莉耶 我是蔡伊莉嗎 我剛剛是蔡伊莉 我現在知道答案我還是看不出來是伊莉耶 Oh my God 王伊莉我真的對不起你 第九個是 阿姐 真的是阿姐 阿姐 我跟你說你小時候的照片 好適合去選里長喔 你那個笑容跟你講 接下來是第十名 什麼就是黑羽 第十個是黑羽 那黑羽你 對 你小時候很可愛耶 現在蔡洋 現在也很可愛啦 好 然後接下來是第十一 第十一真的是阿神 Oh my God 各位 我究竟現在猜對了幾題了呢 我現在已經猜對了幾題了 有點臉太高了 這可能就是有點會容易血液不尋 好啦 猜完了 我猜對八個耶 然後加分題是菜頭粿 所以菜頭粿還要再加一分 所以我是九分耶 所以十三 我只猜錯四題耶 天啊 我真的是很厲害耶 你看 然後呢 猜一題就到這 然後其他的照片的話 大家可以到就是這幾位YouTuber的影片那邊去看 其他那張照片 不知道前面開箱YouTuber童年照片 大家分數有沒有跟我差不多 然後後面的古早味零食呢 其實我跑了非常多地方買 因為其實台北有賣的地方很多 可是大部分都是賣量販的 就是你一次就是要買像這種一桶的 如果我有回二零的話就可以買零售 因為二零它其實有那種零售 一次買一兩顆一兩顆的那一種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古早味零食 或是大家有特別有印象的古早味零食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現在再重新吃才發現說 哎唷 最近是我味道變了還是它變了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然後同時間呢 其他YouTuber也會一起上片 就是關於開箱YouTuber童年的照片 那就先這樣子囉 各位 掰掰 酸酸糖然後會有氣泡的 然後沙士糖跟巧克力球 以前一個是一塊錢 這個吉利果 吃臭美麗 這個裡面呢是冬瓜茶 我剛剛給我聊天 巧克力醬 請吃給我神秘的理念 巧克力球 我的巧克力球有絕技 就是我可以這樣子很迅速的把它 就是整個開起來 以前巧克力球一顆是一塊錢